开始振奋职务 老师好 你好 嘉姨好 你好 同学们好 这晚就是 陈老师来到这里的副校长 我们觉得最深于环保 好有喝好有爱 卓老师 你现在在上课 我们在上科学课 生物多样性 他们多大了 他们是四年级 几岁了 十岁 十岁 好棒 我们同类型的剧别他们 新一代的小朋友 年纪轻轻 竟然学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生态保育的重要性等等 昆明市五华区 枫园小学副校长卓显涛说 学校竟然将这些议题 融入各科课堂 像他们这类基层学校 亦都极之重视环保教育 你可以告诉姐姐吗 什么是生物多让性 就是保护生态圈内 保持物种的多样型态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 应该都是热爱自然 是吗?你喜欢吗 喜欢 卓老师告诉同学 世界上每种物种 都有它的存在价值 学校会用不同的活动 一步步引导小朋友 认识各种生物 和如何去欣赏它们的美态 对 既然笔记就是画画了 对 同学们好 你们在做什么呀 画画 你在画哪一朵花呀 小灰 这个啊 我们把自然笔记 融入我们的科学课 让孩子更细致地去观察 好 光啊 你跟我揭晓一下这花 这个是 这个它的那个 薔薇的那个筋 就爬在上面那里 那你喜欢大自然吗? 喜欢 喜欢 喜欢什么? 喜欢大自然的美丽 然后坐在那里 可以感受它的气息 然后让心情特别平静 特别舒服 那些生物每个都有生命的 我们要去保护它 它们都很可爱 跟美儿姐姐一样走走 不太漂亮亮的 老师 我们去哪里呀 我们到那个学校外面 和社区的群众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然后孩子们也可以用 他的亲手学到的知识 画的小卡片送给 我们周边的社区的居民 这个环保小卫视 志愿者 老师还会带同学走出校园 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 上一代一般对保护地球的意识 都没有这班小朋友高 小朋友就尽一己之力 将自己画的环保宣传画 送给他们 不要乱丢垃圾 我们要做的 如果听到有垃圾 也可以学校剪下 丢垃圾可以 好的…谢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到她说什么? 不要乱丢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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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地球 地球就只有一张卷纸 你就少用点塑料 因为塑料的话 会影响我们地球上的环境 以前没有人跟你说过这些话 对 现在小孩子教你了 你都知道了 做得很好 你回家也会这样跟爸爸妈妈说吗? 会 做得很好 我觉得无所谓啊 这些太麻烦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做得 给他们多讲讲这些 你喜欢哪一张? 护生林 是吧? 阿玛中多了 就要我学生给家政 那你回去也会 跟妈妈说这些 你学到的东西吗? 那你怎么跟妈妈解释啊? 那你怎么跟妈妈解释啊? 生物对象 就是有多个生物组成的一个团体 每一个生物都不能缺少 每一个生物都是互相联系 互相共存的 你们读书的时候 学校也没有教育吗? 没有… 以前根本也没有讲究这些 什么环保 现在反正也是通过他们学校 教育学生 然后我们家常知道这些 老师还会带他们 亲身去感受大自然 例如昆明有一个很出名的 田池湿地公园 他们就经常会来考察 那你把路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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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有… 你看到什么了? 那个白鹿往左飞 然后它弄是把门压 然后又往右边飞去了 好开心是吧? 对 小五学生杨宇咸 特别喜欢野生动物 他说自己平时会看很多 关于生态问题的书 我在书上看到的 这些是我爸爸给我讲知识 人类最近的话 阿阳化碳的排放量超标了 导致温室效应 海平面升高 比如说您看这里 这里有个红色烂人的塑料袋 然后刚刚还在那边发现了很多残废的垃圾用品 预计2050年 塑料的垃圾都会比海中的鱼类多 2050年的时候 你也长大了 低筹灰变成怎么样 到时候无烟瘴气 可能看到蓝天白鱼 倒是工业化社会排出的黑烟 小时候看得见的动物 再也看不到了 比如说肚肚鸟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栗子 它在198几年就灭绝了 现在没了 没了 好可惜 留下的只有一块冰冷的石碑 冰冷的石碑 写着肚肚鸟 198几年灭亡 其实到根本都是人类的贪心 人类的人性 他们就伤害动物植物 让植物变绝 说到底都是为了钱 钱可以买很多东西 但是买不了地球的环境 想不到这番话 是在一个十几岁 十一岁的小朋友口中说 希望你的下一代你的小朋友 希望你的小一代你的孩子 都可以享受到 这么漂亮的环境 要能力 完全没有想过 他们这一班 五年班 十一岁的小朋友 他们真的一句说话 已经是点醒了我 令到我在他们面前 其实真的很惭愧 我真的要跟老师 还有我们的同学们 说一声真的 有种的感谢 因为我来到云南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 你们都只是十一岁的孩子 但是你们都比我还懂 我也不知道跟你们说什么 反正我就看到你们 就知道我们地球有希望了 希望你们把你们的那个爱 可以无限量地再放大感染更多的人 感染更多的人 是我要谢谢你们 让我上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一课 我希望到你们长大以后 你们跟你们的孩子 还是可以欣赏到这么漂亮的风景 我将来长大也因为 会教育我的孩子 让他们也保护地球 保护自然 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每个人都 从小时到期 即使我们做了一件很足道的事 比如看到垃圾剪一下 但是它也能对我们保护生态环境 而做出它应有的成效 我以后也要当一名科学家 专门研究回收垃圾的这项工作 让全世界人类不再丢垃圾 苗胡琪 我们打个糕 答应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